17 上午在北南鄉立佳活動中心舉行的101年社區治安研席觀摩 即北南鄉社區治安座談會 台湾縣長黃建廷也到場參加 並頒發獲內政部獎牌的極優社區 陷阱局長陳永利、北南鄉長吳欣毅、縣議員張慶忠 以及各社區巡守隊村里長都積極參與 今天這個社區治安的一年一度的觀摩的研席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要強調治安工作的社區化 如果每一個社區也都能夠把它在地社區裡面的治安做好 那當然整個來講全縣全國的治安就可以做好 那社區的工作社區治安的工作 當然需要很多我們在地的鄉親的一起來投入 我們今天剛剛首先表揚了頒獎了幾個 這個在社區治安工作上面表現的特別好的 像我們金楓鄉的新興社區 我們觀山鎮的李龍社區 尤其是我們在地立家社區 立家社區在民國99年就已經是被政府評選為基優的這個社區 然後在100年101年都繼續獲得優等 甚至於也被內政部評選為標竿社區了 所以絕對是我們社區治安的這個表率 我們十三個村子中橫跨著這個六個手裡面 我們都有這個巡守隊 也有我們的獄警 我們的民防 我們平常結合的社區所有的一個團隊 時刻在做我們警力的一個志願 這個是我在上任完了以後 第一個 我要露使到每一個這個村落 富山這個富裕區的部分 如果不是富山的這個富裕隊來保護這個富裕區 真的講沒有今天的成果 藉由社區治安沿襲觀摩座談會的辦理 希望能夠促進各鄉的治安和諧 東南新聞 范耀玲 蕭子熙 本兩項報導